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在预期降息以及科技股大涨之下 尤其是S&P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 来到了4839.81点 美国股市分别涨幅1.05% 1.7% 1.23% 一者中分别涨幅0.72% 2.26%跟1.17% 只是注意的是美元指数一般认为 美国的经济状况会比较稳定 所以美元涨了0.82% 黄金期货下跌了1.09% 但1盎司的价格原来2000块钱以上 这个远比金融海啸的时刻的价格都来得更高 也显示出美元还是在全世界 有它长期的弱势性 本周美国公债的殖利于10年期 是上升了4.76% 30年期上升了4.54% 大多数的人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看好 今年以来对美元的汇率 日元贬值了5.02% 短短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寒缓贬值了3.69% 新台币贬值了2.69% 人民币贬值了1.32% 印度卢比升值了0.17% 此次注意的是半导体的股价 英特尔上涨了2.19% 台积电一公布它的财报以后 网收汇之后大涨了12.8% 只是本周的情况 Samsung下跌了0.07% 台积电公布的里头最重要的一个 除了它的获利情况之外 台积电说日本的雄本厂 今年2月就开幕了 美国厂将延至2025年亮厂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讯息是台积电 预计推迟Arizona 第二座工厂的投产时间 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成本损失 因为美国在美国的台积电 将会是台湾成本的50%以下 而且美国还特别 有台积电说早些时候 有关该工厂将生产一种 先进制程精品的声明 存在不确定性 当时说的是3奈米的工厂 那这是本周非常重要的消息 带来看AI概念股 台积电说很强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受益于AI NVIDIA的整个订单 NVIDIA地区涨幅8.74% AMD大涨了18.88% Microsoft涨幅2.63% Alphabet涨幅2.59% 科技股的部分 Amazon上涨了0.43% Apple上涨了3.03% Tesla下跌了3.06% 比亚迪下跌了6.18%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Amazon上涨了1.33% Patrick 监 States